不久前我做了一支影片 介绍了欧洲同性欲望的发展史 以及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 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 没想到这个视频还挺受欢迎的 现在已经超过30万播放量了 还有很多小伙伴敲碗想看中国版的 好的 满足你们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假如同性恋者穿越到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都会面临怎样的境遇吧 大家好 我是小明 订阅我的频道 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同性恋虽然分男童和女童 但因为女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常常被视为正常现象 所以很难被人们发现 那我们就先来讲讲男童吧 有关中国男童性恋的资料 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比如在上书商书中就提到 比完童时未乱风 这个比完童就是同性恋的意思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同性恋更是成了一种公然无忌的现象 不少国军都公开豢养男宠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魏林公与弥子侠 弥子侠是魏国国军魏林公的男宠 据韩非子《说难》记载 他与魏林公一起去桃园吃桃 发现一个桃子的味道很甜 就吃了几口 把剩下的桃子给魏林公吃 魏林公作为国军 拿着魏子侠吃剩下的桃子 竟然大为感动 称赞道 魏子侠真是爱我呀 竟然把好吃的东西让给我吃 这就是著名的分桃的典故 分桃后来也成为了男同性恋的代名词 战国时期的一位魏国国军也是同性恋者 据战国册魏册记载 魏王与男宠龙阳君坐在船上钓鱼 龙阳君钓到十多条鱼后 突然哭了起来 魏王赶紧问他为什么哭 只听龙阳君说 我刚钓到一条鱼时心里特别高兴 可一钓到更大的鱼 接着就把前面钓到的鱼忘了 那么大王会不会也因为得到比我更美的人 而把我也忘了呢 魏王听后心疼得不得了 为了安抚龙阳君 竟然在国内四处张贴布告 有感言美人者足 翻译过来就是 谁敢再向寡人推荐别的美人 就拖出去砍了 足见魏王对龙阳君爱情之深 所以从那之后呀 男同性恋也被称为龙阳之号 春秋战国时期 与同性恋有牵连的还有齐景宫 据燕子春秋记载 齐景宫天生丽质 貌美如花 有个官员啊 总是盯着他看 让齐景宫很是恼怒 齐景宫就问他 为什么总盯着寡人看呀 而官员竟坦言 主公您长得实在是太美了 沉色迷心窍 实在是忍不住啊 齐景宫听后大怒 可恶 竟敢觊觎寡人的眉色 拖出去砍了 但齐国大思想家燕英德之后 却劝齐景宫道 怎么能因为别人看两眼 就把人处死呢 这不就成暴君了吗 再说了 你也不能剥夺别人爱你的权利啊 齐景宫听后 态度竟然180度大转变 不但很高兴地 接受了燕英的劝见 还说 那以后在寡人洗澡的时候 让他来抱抱寡人的后背好了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 口闲体正直吧 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和班固所著的汉书里 也记载了不少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同性关系 甚至有现代学者认为 西汉时期的每个皇帝都有同性恋倾向 还专门拉了个表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而在这些同性恋皇帝中 最有名的当属汉埃帝了 据汉书记载 汉埃帝对云洋人董贤宠爱不已 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 有一次汉埃帝与董贤一起睡觉 汉埃帝先醒了 想起身时 发现董贤的身子压住了自己的衣袖 汉埃帝怕抽动衣袖会把董贤惊醒 竟然干脆用刀割断了自己的衣袖 这就是断袖一次的由来 因而男同性恋也被称为断袖之痞 看过我之前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西方古代同性恋最盛行的时候 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而这段时间正好与中国春秋战国 至西汉的时期大致相吻合 这种历史的巧合也是很耐人寻味 自天主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 西方社会的同性欲望便遭到了彻底的打压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的同性欲望却迎来了另一个高峰 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男宠大兴 据宋书记载 自贤宁太康之后 男宠大兴甚于女色 士大夫莫不上知 天下皆相效仿 而在这一时期 最著名的一对同性恋 当属陈文帝陈倩与韩子高了 韩子高虽然出身低微 却是当地有名的美少年 临川王陈倩对他一见钟情 让他当了自己的侍从 韩子高长大以后 学习骑士身手了得 于是陈倩配给他士族 把他提拔成了将领 继承大位后 更是将其提拔为右将军 使其权倾朝野 相传 陈文帝曾对韩子高许诺 等我当了皇帝 一定要立你为皇后 可惜啊 这一许诺最终由于陈文帝的英年早逝 而未能兑现 之后 韩子高也因为位高权重 被猜忌他的陈废帝陈伯宗 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 年仅32岁 陈文帝与韩子高的故事 在《陈书》和《南史》中皆有记载 由于故事感人 还被后世文人多次改编 比如唐朝礼义的陈子高传 明朝王继德的《南皇后》等等 唐宋时期 同性恋在中国依旧盛行 只是名人发生同性关系的资料 相对较少 不过到了明清时期 随着各种野史和笔记的兴盛 相关记载一下子又多了起来 比如在明代作家沈德福的《万历野货编》中 就记录了嘉靖皇帝 与一些美少年同卧起的情形 清代的乾隆皇帝 咸丰皇帝 同志皇帝和宣统皇帝也都有宠幸男宠的记载 明清的大臣文人好男色的 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当然了 这些都是野史 很难说是真是假 只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 那就是清代著名画家郑谢 也就是郑板桥 因为他是自己出柜的 在板桥自序中 郑板桥直言不讳 自己酷爱男色 还感叹自己又老又丑 美男大都是为了钱才跟他在一起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 郑板桥还坦言自己对美男臀部情有独钟 所以一直极力反对往屁股上打板子的刑法 说 夫堆血之臀 肥蛾之骨 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 我见有脸 此心何人 有一次郑板桥看到美男被打屁股 甚至心疼到脊致肋下 可见他对屁股是真心的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或名人的同性恋故事 但其实在中国古代啊 民间的同性恋之风更是盛行 据史料记载 早在北宋时期 中国就已经出现向男性提供服务的男性妓院了 男妓们不但打扮得像妇女一样招摇过世 还会组织起来形成各种行会 抢占市场 而在中国各地 福建地区的同性恋之风最引人注目 这在很多明清文学中都得到了印证 比如明代作家沈德福就在《万利野货编》中说 闽人酷重男色 男性之间有结弃兄弃弟的风俗 互相之间相爱如夫妻 若弃弟日后娶妻 弃兄还要承担所有的结婚费用 此外 闽人还有结弃父弃儿的风俗 这主要是针对年龄差距较大的男子而言的 年龄大的成为弃父 小的成为弃儿 你别说闽人的这些风俗啊 好像跟古希腊同性恋 还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福建的小官也像女子出嫁一样 有初婚和再教之分 没跟其他男子睡过的小官身价就更高 否则便会打折扣 最不可思议的是 福建还有供奉同性恋之神的习俗 据清代作家施红宝的《闽杂记》记载 福建有一座胡天堡庙 也称小官庙 胡天堡也叫蝴蝶堡 神像是一老一少两个人相依而坐 据当地风俗 一个男人要是爱上了另一个男人 只要在胡天堡向前祈祷 然后取香炉中的灰 撒在自己意中的男子身上 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那这个胡天堡又是何方神圣呢 据清代作家袁梅的《紫布宇》记载 清朝初年 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巡暗御史 被派到福建当差 被当地一个叫胡天堡的人看上了 于是这个胡天堡就开始当跟踪狂 甚至跟到厕所去偷窥人家上厕所 最后被逮了个正着 我们知道 跟踪狂都很擅长为自己辩护 说我没有恶意 都是喜欢你才偷窥你的 这个胡天堡也不例外 说都是因为大人的美貌 太让人无法忘怀了 我才不知不觉鬼迷心窍的 但寻暗御史才不吃这一套呢 二话不说就将其杖毙处死了 相信对于屏幕前的各位女性朋友来说 这绝对是个大快人心的故事 但故事到这还没完 过了一个月 这个胡天堡竟然托梦给乡亲 说 我的非礼之心冒犯到了尊贵的大人 被打死活该 但我是出于一片吃傻的爱心才犯罪的 跟一般歹徒恶意害人不同 所以现在阴间封了我为兔儿神 专管人间同性恋之士 可以为我见庙招来香火 这便是胡天堡庙和托儿神的由来了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但全是讲的男同性恋 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女同性恋了吗 有肯定是有的 只是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 确实没什么相关记载 虽然明清小说中偶有涉及 但也很少有充分的描写和讨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也很好理解 一是因为中国古代女子都身居简出 生活状况不太容易被外人所了解 二是因为女子间的交往关系 本来就比男子来的亲密 所以你很难分清 有些小姐妹是不是女童 所以关于中国女同性恋的状况 学者们的论述基本都是推测 但有趣的是 学者们都一致推测 女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肯定非常普遍 就比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就认为 在中国古代啊 一定数量的妇女被迫长期生活在一起 同性恋一定相当普遍 并且被人们容忍 现代学者潘光旦也认为 所谓归中密友 大都带有几份同性恋色彩 但是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各国性倾向人口统计 发现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男童比例高于女童 所以我个人觉得呀 这些学者应该是在用男同性恋的生态去推测女童 所以女童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这个推测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信的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 不过同性恋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 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而且和西方中世纪 对同性恋的迫害截然不同 中国古代虽然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 但基本上只把它看作个人的道德问题 很少把它看作一种罪行 虽然在宋朝明朝清朝 都有些禁止同性恋的法律条文 但处罚不但都很轻 而且基本上就没有真正执行过 就比如宋代规定做南昌的人要账一百 但南昌恰恰是在宋代开始逐渐兴盛的 又比如明清法律都规定走后门账一百 但明清小说里全是南南走后门的描写 所以啊 和动不动就烧死同性恋的欧洲中世纪相比 中国古代对同性恋的态度 真可以说是相当的温和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就意味着 在对待同性恋等LGBT群体的态度上 现代西方已经实现了质的跨越 而中国呢 相较于古代其实没有任何的进步 原本是整个人类的先驱 最后却因果足不前而被源源甩在后面 同样的剧情 似乎总是在这个神秘东方大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反复上演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时候思考一下了